字 剛才我們完成了下面的圖框 我們現在在上面來寫字 寫字呢 我們先這樣來看 你要先了解在字圖裡面的問題 在我們CNS的標準裡面 字的大小A13的圖子大概是8公里 不過跟我們室內設計的慣例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室內設計其實字寫的比較小 所以你可以不完全按照CNS的標準 那如果你要了解CNS的標準 可以去看一下 我們有一個國家的字圖標準 在圖學老師那本書裡面應該會有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也可以到網路上找一下CNS的標準 在字、線條等等這樣的標準 這個在我們以後你們要考室內設計師的時候 以及技術士的認證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都以CNS標準為主 包含高度的 這些尺寸的標準 字的大小 這些都會需要了解 所以你必須要去了解一下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裡的字呢 我們現在這裡是1.5公分 我們剛才講 那如果我要輸入這個A3 大概是0.8公分高的字 那你要怎麼來輸入 我首先呢有一點像我們 如果你真的要精準的做的話 是要去計算 比如說我們這邊1.5公分 如果是8公分 那等於是3.5、3.5啦 大概是這樣 那但是我們不需要那麼精準 大概就在這個地方來畫一條線 那我就簡單的畫一條線 可是我要畫參考線 就畫等一下你要寫字的那條線 等一下會刪除 可是我們先畫一條線 那畫線的話呢 一樣我點線這個工具 可是我這一次只畫垂直水平線 我用證交模式 就Author來畫 大概在這個位置就好 我現在是為了要讓你理解這個垂直 還有就是這個字的大小 就點一下 它是垂直的線 所以我跑到很遠的地方 稍微到這個地方 到這個地方 到這個地方 畫下去取消 或者輸入 你就看到一條線在這裡 這條線最後真的輸完要刪除的 我們現在來學習輸入字 那可是這個字的大小 一定也是印出來的尺寸來看 所以我剛才跟你講 CNS的標準A3 它是8公里左右 那8公里 我們就用8公里來算好了 那8公里的字呢 在50分之1的時候 這個輸入單位到底要多少 0.8乘以50 對不對 8公里是0.8公分嘛 乘以50 所以40單位 那一開始的時候 它的字的大小 並沒有設定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去設定 它字的大小 所以在註解底下這裡 它現在用的字的標準是Standard Standard就是標準它內建的字 其實這個字它的高度就是2.5 所以我們自己來產生一個字型 就是你常用的字型會出來 這也是它的幾個常用的字型 那我自己產生一個新建的字型 就是說一個樣式 其實不是字型 樣式 形式或樣式都可以 比如這個形式1 或者你寫圖名也可以 圖名專用的字也可以 比如我們先不用取名字確定 那這個字體你可以選 這裡有的字體都可以選 你可以 這個有一個小老鼠的符號是什麼意思 知道嗎 這個又沒有 為什麼這裡有 同樣字體這裡有這樣 還有這樣 那我們選標凱題好了 為什麼有這個小老鼠的符號 因為這一種是垂直的 就是直寫的 直書的 然後這一種是橫書的 我們一般的橫書 橫寫的 橫寫的 所以這個是橫的 OK 然後接下來高度 高度就是我講的 如果你0.8公分 CNS的A3的圖子是0.8公分 那個標題 0.8公分的話就是乘以50就是40 所以你這裡要打40 那一般字呢 如果你都不打的話 那就四四方方的 也就是40乘以40 可是一般我們寫字會稍微長一點點 所以你可以這裡把它設一個叫做0.9的比例 看你自己 你自己習慣0.8、0.9都可以 你自己打 好 這樣 這樣好了之後呢 就套用 OK 但是這個呢 現在不是現在正在用的圖形 現在用的字型的樣式 所以我要還要再做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很重要 就是色為目前的 你以後會發現很多都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就是它有很多種樣式啦 很多種選項 但是你要把其中一個當成色為目前的 Current C的話就是Current C-U-R-E-N-T的意思 Current 色為目前的 那很可惜它這裡沒有符號啦 不然的話應該按理來說應該會出現 它只有這裡寫 目前的文字形式是形式1 那你點這個你看 色為目前的 它會說目前的形式standard 就這一個 那我們現在要用這一個 所以是色為目前的 OK 確定 好 關閉起來 現在我要開始來打字了 剛才是去設定字的樣式 那讓它是用形式1 那你如果要換也可以在這邊換 我們現在是用形式1 形式1是標改體 而且稍微說細一點點 0.9 OK 好 這個是用這一個 那我們接下來打字 打字有兩種 一種叫單行 一種叫多行 我們這個是單行 那所以我們就打這個單行 那你要注意看 這個英文 英文它有這個叫做 我忘了它的什麼意思 它有一個基準線 那有一些字是會下於基準線 像G啦 P啦 它會跑下來 然後它有向上向下 所以英文字它有一條線 並不是像我們這樣的線 都在下面全部 英文的線呢 它是這裡會有一條線 你注意看這個上面這裡 所以有一點點不一樣 如果英文的話 這一條線就要往上再挪一點 如果你打英文 那我們現在打中文 好 中文呢 首先它問你字的起點 你看它 它問你什麼 你就回答什麼 字的起點 假設我在這裡 那這裡你看它 現在就抓不到 抓不到我要 大概在這一點開始輸入 因為你看 0.8公分乘0.9的話 是0.72 所以這兩個字 大概佔一點多 所以大概在這裡 等一下我們還在交 那個對齊的問題 可是我應該在選這裡 選不到怎麼辦 按Ctrl加油鍵 選最近的點 我自己找 這裡 大概在這裡 最近有一個點 點上去 表示這是字的起點 好 它問你字的 字的 它問你什麼 下面好了 字的旋轉角度 比如說你要 我現在是垂直按 你要這樣垂直呢 還是這樣 等等 你的字有沒有旋轉角度 通常是沒有 因為我們這個是垂直水平 除非你是打一些特殊的 比如說在某一個圖案上面 你的字是寫的 那就有可能 所以你按空白鍵 0 輸入這樣就可以 按空白鍵 是最快的 好 接下來就開始打字了 好 打完就按Enter兩下 按Enter它會先一下 輸入 再按Enter一下 它會跑下去 再按Enter一下 它就輸入完 好 就班級 OK 這輸入完 可是這個當然有錯啦 我們以後再說 哪裡要調整 好 請各位練習輸入第一個字 來讓這件事 完成了 可以進行的